精子和卵子结合有什么感觉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恩帝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妇科主人医师 正常的时候我们就是到夏季月中前的14天左右 卵泡重熟了 这时候有排卵 排卵以后吧 它就是在这个卵巢排卵以后 这个树卵管散单 就把它这个卵子就捡起来 就拾起来 完了运送到我们树卵管这个护腹部 完了这个卵子在这时候要是同房的话 就各胸生活的时候 完了这个卵子从这个阴道工井 完了工墙 完了就可以蠕动到这个护腹部 他们在这里相会 这是一个奋献的过程 是一个奋献的过程 自己没有什么感觉 除非是我们特处研究来 做这监测的时候 可以看到 正常情况下没有什么感觉 看到这个卵泡长到17到20个毫米的时候 我们就建议病人过性生活 过性生活的第二天 那我们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要来做一个影像学 也就必须监测一下 可以看到它这个盆腔有机液 这时候测水是它排了 它量结合没结合 那我们就是你要计划怀孕嘛 那我们过一个礼拜左右 再去测一下它那个激素的水平 激素的水平 HCG的水平 再看一下 你早去吧 很难测到就是 但是我们发生免疫的话 就是胸子接合以为一周左右吧 就可以从血里边检查到它这个量 所以可以发现 它HCG的量的变化 就是中床排栏以后 胸子和蓝子结合以后 完了它就可以分裂 分裂以后大概一周时间 可以达到子宫滤膜 着床 着床以后很快就可以查到它的 在血中查出来它的HCG的水平 所以我们就可以盘谈它 是怀孕的